自新风月 自新风月是不是在每个人自己都有 自新的如来葬 它风月它有各种各样各式的面貌 到底是什么呢 好 这就牵涉到我们接下来的正式的讲座 佛法所说的自新风月 这个真相 真物的真相是什么呢 好 我就会用我们现在生命科学 还有对科学的理解 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 但是在进行之前 先来界定一下什么叫做真相 各位有没有听过假第一识 假的一定是依照依于一个真的 好 所以这个真的一定是本身不会再去依附谁 这个真的一定是根本根本的存在 没有任何的依附叫做真的 好 我们先心理中有这一个概念 反过来说假设有一个什么东西 它的出现它需要依于其他的 那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好 先心中最有这一个概念 那么我所知道的生命事项呢 接下来会分为三个部分来跟各位说明 首先先看看这个宇宙 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生命 然后关于实证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首先宇宙的部分 科技现在真的很发达 尤其是资讯的科技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元宇宙 元宇宙听起来好像跟宇宙的本源有关 但其实它的名字呢 英文原称叫做metaverse 就是meta的意思就是 后来变化而成的宇宙 那后来变化而成的宇宙 怎么会是根本呢 一定不是嘛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 元宇宙是依于什么而有的 好 当然是依于各位所看到的 原来它戴了这个眼 类似眼镜的这个设备 然后就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一样 那它的技术是什么呢 它所依的技术就是有VR加AR 也就是虚拟实境 扩增实境 虚拟实境就是说 当你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 譬如说好像有一个恐龙就在你前面了 够不够虚拟 可是你看起来也还蛮真实的 扩增实境就是说 它跟你的现实世界 好像又可以结合 所以一旦结合的时候 好像你自己的这个现实世界 跟这个虚拟世界是扩增的一样 所以叫做扩增实境 但是这边所说的实境 再怎么样真实 我们都知道它是异于什么 人的技术做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根本 不是根本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宇宙够真实了吧 宇宙我们认知的宇宙 是不是像地球在这里 浩瀚的星海等等 就是我们知道的宇宙 银河系 太阳系 中文对宇宙 其实它的定义还蛮有趣的 宇具有空间的概念 而宙具有时间的概念 那这一点刚好跟近代这个物理 用space time 空间时间来概括这整个宇宙 把它综合在一起 用数学方法等等来描述 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现代的科学 物理的发展 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的宇宙 是一个膨胀中的宇宙 也就是说 科学发现真的我们的宇宙 你想象中现在这么大 但其实它是什么 随着时间 一天一天的变胖 一天一天的变胖 就像是中年男子的腰围 每天逐渐的膨胀的一样的意思 当然它是有它的根据的 所以因为有些根据 所以就提出所谓的大霹雳理论 各位注意它只是理论 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真理 那所谓的大霹雳理论就是说 这个宇宙逐渐膨胀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像 大爆炸一样 从这样砰 然后铲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 那如这个大霹雳之前 在比较早期的理论里面 就提到了一个叫做 最初基点 最初起点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英文叫做 Initial Singularity 它是什么意思呢 好 各位先想上 现在有一个点 体积真的没有体积 因为它是点 然后呢 大爆炸 就产出了过去 现在未来不同的宇宙 比如说现在的宇宙这么大 未来的宇宙就这么大 过去当然就小一点 那么就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时间是这样发展 那如果回溯 到了最原始最原始 时间等于零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回溯 不就是有一个什么最初基点这件事情吗 那这个最初基点 既然它变出了所有这些这么多的物质 那是不是所有物质 在回到时间的最初点的时候 都灌在这一点 所以它这个质量很大 密度超高 我们可以想象说 它的能量是很无限大的 好 这样的一个理论 从佛法来看 那到底是不是符合 好 这让我想到 佛法谈到了所谓的本纪 曾经研究过本纪 那么佛法中的本纪 有些学者直接把它翻成什么 at first point 一个起始点 好像还蛮像的 好 那到底是不是呢 在经文里面的本纪 如果用巴黎文来看 至少我知道有两个名词 一个叫Puramacoti 一个叫Pubacoti 他们的意思 叫做最前的端点 那这个叫做前出的端点 好像有点不同 但是好像都跟这个很像 好 我们继续来解释一下 其实佛法里面 很重视它的智慧 然后辨别真假 那佛法早就在探究这件事情 因此呢 这个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外道人 有在谈到本纪 什么是外道 佛法中的外道就是说 外于正确的道理 所以他叫外道 表示他所想的不是真的 既然如此 我们看外道怎么讲这个本纪 外道人说 有一个明初自在 为万物之本 而这个明初自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多久 反正就是往前推 往前推不到多久 最初的那个时候 而且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明 不知道嘛 那这个明初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明初它有一个自信 自己本来在的自信 而且这个自信之外 还有所谓的圣性 我们可以想象中 它这个 最初的这个明初自在 有能量 可以变身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叫做明初自在 它认为这样的明初自在 是万物的本 是诸法的开始 称为本纪 那么既然它是外道 请问 它这个是正确的描述 还是错误的描述 错误的 那什么是正确的呢 从某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 佛法正确的本纪 是什么描述 好 在中论里面 它说 大圣之所说 本纪不可得 生死无有始 亦父无有终 意思是说 大圣就是 世尊佛陀 佛陀的智慧 告诉我们说 对一般的众生来讲 大家都不知道 本纪在哪里 本纪是拿不到的 不得不可得知的 也到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所有的众生啊 还没有证悟以前 是不是都在 生死轮回当中 好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请问 可以找得到 它的起始点吗 没有 找不到 找不到开始 那有的人会说 生不就开始吗 生就有死啊 所以生 开始 死就是死 结束 可恶 可是 你下一期的会生 不就是因为 这一期的死吗 那死 又好像是开始了 那生死好像就很难去定义 到底什么才是开始跟结束 所以佛法中很明确的说 因为众生啊 无名 所以他其实是无法 在这个轮回里面 找到那一个本纪的 那因为人不就活在 这个宇宙空间 这个宇宙当中吗 那么既然人啊 一般的人生死这样 往前追也不知道 追到哪里去 无死 所以宇宙有没有一个开始 好像没办法定义说 宇宙的那个什么 像刚刚讲的 宇宙的最初的基点 好像是不能够这样讲哦 那么 在随着这个科技 科学的发展 确实 想法改变了 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个论坛 Earth Sky的这个科学上的论坛 就探讨了一件事情 What if the universe had no beginning 意思就是说 宇宙好像不见得一定要 撕射一个什么 最初的那个起始点 一定要靠这个最初的基点 然后产出这个大爆炸吗 未必 它的根据是什么 它的根据 就是这一篇的学术的论文 它是用数学的一些模型 来解释宇宙的现象 那么它的 这个我就不详细地讲 但是它有一个结论 就是它推测 宇宙没有一个起始点 原来科学家的观念 也开始在做不同的变化 事实上 科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在说明宇宙生成的现象 那么就开始探讨说 这个大B霹雳 怎么样从无中升起 所以就有一派 有这样的想法 它说 我们的宇宙 虽然说有这样的变化 但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有很多个宇宙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宇宙 从小的变很大 过去还是有一个小的变大的 然后未来还是有小的变大的 也就是它认为 宇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那有没有理论来支持呢 也是有理论来说明这件事情的 只是各位注意 只是理论 这是诺贝尔讲 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 Roger Panross 他刚好在2020年 有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的演讲 就是来用他的数学模型 来解释 这个循环的宇宙 他怎么解释的呢 我们来看看 这只是一个例子 用来简单地说明 就是说 各位所看到的 原本一开始 这个宇宙是很密集的 然后是不是越来越蓬大 蓬大到一个极端的时候 是不是都没有东西了 然后这个几乎没有东西的状态 在他的数学模型里面 就等于 一开始的这个状态 很奇怪对不对 但是他的数学模型 就是这样解释 不管怎么样说 现代的这个科学家 已经不是单单在想说 就只有一个宇宙 而是一个循环的宇宙的观 既然如此 佛法知不支持这一个论点 佛法对我们的宇宙世间 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叫做沉住坏空 可能大家有的都耳熟能详 但是他不是单就只有 一起沉住坏空 而是一个循环 就像各位所说的 佛陀在经典阿含经里面 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 它是从坏结开始 也就是说 好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接下来会有经历坏结 也就是会经过变坏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因为很长很久 不是日月来计算的 所以称之为结 接下来坏结就是空 没有了 看起来是没有了 然后再继续成 再住 好 那既然是从坏开始说 那请问坏之前是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一开始不就是要住吗 住之前是什么 成 在之前是空 好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其实沉住坏空 说起来是一个循环 好 那么在循环当中 宇宙的本际到底在哪里 找得到吗 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本际的真实的意涵 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说 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 不知苦之本际 这边所提到的本际 叫做Pubar Cody 也就是说往前的 往前找 往前找 往前找的前提是 因为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 这概念我们刚刚有了 所以不知道 找不到这个本际 往前找找不到 即便每一期生死都是苦 在这苦的过程当中 还是找不到苦的根源 好 各位可以注意到 在讲这段的时候 佛陀是从苦的角度来说的 然后下一段 在阿含经里面 是这样讲的 三界有的可爱 如果有对三界有 就是对这个世间有这个可爱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人对他的本际是不可知道的 这时候他的本际用的是Purumacoti 也就是说最初最初的那一个 往前到最初的那一个本际 然后后面的描述不同了 他描述 本无有爱 然 今生有爱 本来没有 现在有了 好像已经在破除这个循环了 没错 事实上 在这里 依然是从众生的爱 也就是从心的状态来说 可是代表着 从众生的这个心的状态 可以往前追溯到本际 这个本际 其实是真的会有存在的 也就是说 虽然众生在流转当中 但是透过佛法的智慧 往前往前追溯 就有两句话很有名 叫做 其事而还 不能过比 也就是真的有佛法智慧的话 你在流转的过程当中 往前往前追溯 只能追溯到事 你就不能够再超过了 这个事 是不是心 原来要在心上找眼 在设法上 但就在设物质上面 是很难去找到了 这个事 就是我们说的本际 真实的本际 知道了这个本际之后 才能够还灭 生死的循环 这个流 这个苦 这个爱 好 所以 这一个本际 就是穿越时空超意识 他这个心 本来 时间空间 就是依他而有 所以当然不会受到 时间空间的束缚 所以说 他穿越时空 那为什么叫超意识呢 同理 因为意识 也是依这个事 这个第八事而有 所以 这一个超意识 就是我们说的 涅槃的本际 好 也就是我们在佛法中 会用如来藏 来加以描述它 那跟我们的生命 当然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圣满经里面 佛经典里面就说 生跟死是依如来藏 因为有这个如来藏 所以才来说生死 也就是这个如来藏 这个真实的 原来跟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死死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生跟死的生命 原来都是依于如来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